2月9日 西班牙國家衛生物中心 確認一名在馬略卡島的英國男子 感染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 這是西班牙的第二個確診病例 這名患者屬於英國的一個四口之家 他們曾和一名法國的確診病例接觸過 不過 目前這名男子的妻子 和兩個女兒的化驗結果呈陰性 日本9日再次更新郵輪鑽石公主號上的 新型冠狀病毒集體感染數據 最新檢測的57人中 確認6人感染 其中4名男性和2名女性 年齡在20多到70多歲 包括4名菲律賓人 1名烏克蘭人和1名美國人 至此 鑽石公主號上的感染者增至70人 在日本本土 目前的感染人數累計達到96人 韓國9日確認新增2例新冠病毒感染 累計報告確診病例達27例 新確認的2名病患 曾於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底去過中國廣東 回國當天接受檢測 結果稱陽性 目前正在接受隔離治療 韓國總統文在寅週日訪問了鎮川隔離設施 那裡安置隔離了從武漢撤離的韓國人 迄今 韓國已接回數百名僑民 隨著中國各地不斷封城 馬來西亞擴大了中國旅客禁令範圍 即日起禁止來自浙江和江蘇的中國人入境 此前 馬來西亞已禁止來自武漢和湖北省的旅客入境 同時 對過去14天內曾去過浙江 江蘇和湖北的入境者 加強監測 無論他們是哪國公民 臺灣9日宣布 新增一例確診個案 是日前出由意大利夫妻的小兒子 一家四口返臺後 父母和大兒子先後確診 小兒子則完全沒有症狀 但在採檢後結果稱陽性 是臺灣首例無症狀的確診病患 目前臺灣共有18例確診病例 另外 各國繼續從武漢撤僑 德國第三架撤僑專機抵達柏林 9日下午 第三批從武漢撤離的德國公民 抵達柏林的一家醫院開始為期兩週的隔離 這些僑民是乘坐英國包機離開武漢的 2月9日凌晨 巴西兩架軍機降落在阿納波利斯的一個空軍基地 34名巴西人被從武漢接回國 這些人將在那裡隔離18天 而醫務人員和機組人員則在離首都150公里處的一個基地被隔離 目前 巴西上午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